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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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事件就不是這樣 難得有個理由 你不要理我 今節就講了什麼 今節原來最低工資委員會 今天開會 開會叫做所謂拍板 拍板 這是不是飛魚 不知道 是不是飛魚 拍板 好像不是 拍案 我很害怕 好像不是飛魚 叫做確定 確定這個 所謂最低工資 新的最低工資的水平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說要開會 今天就去搞 勞資雙方分期依然是很大 有多大呢 現在的最低工資水平是32.5 以防大家不知道的話 如果資方 他們最多 他們認為最多最多 最多 只會交5毫子 5毫子 就是 慷慨解囊 即是32.5 變33 3元 即是做10個小時 就多5元 那勞工方面呢 就說 希望最少加35至36元 最少 其實之前有說到 要加到41元 之前有說到 現在不知為何 即是現在 他叫做豁住是最少 即是 你最少給這個數 那怎麼交袋 這樣 那些 然後 今天呢 就會去 談這個 所謂的最低工資的水平 新的最低工資水平 會是怎樣 之後呢 就會交給行政會議 應該是不是 喂 停了 之後呢 就會交給行政會議 然後就 看看那個 那就是 因為他們會認為 今天是一個很長 漫長 即是那些委員會的成員 都會說 今天 我預計了這個會 是很漫長的 馬拉長式的 因為呢 現在說的所謂的 拉鋸就是 所謂的33至35元 這個數 就是最新所謂 公開出來說的 那委員會 希望今天可以達成共識 那10月之後呢 10月底呢 就會向政府提交報告 明年1月就可以申考 如果順利的話 那如果雙方 最終未能夠達成共識 就會交給行政長官 去拍板決定 但是呢 就報道說 什麼消息人士形容 現在階段來說呢 達成共識 仍然是樂觀的 即公民 副主席 張麗霞就說 經濟放緩 更加需要 對基層勞工 加強保障 建議最低工資 至少加到40元 而且 要由兩年一檢 改為一年一檢 這樣 其實這個 都叫做 腦吊大牙的了 即是每次說 最低工資 一呢 就是水平 要加 沒理由加 加幅 加這麼少 我們回顧一下 最低工資水平 一開始就28元 2011年5月開始實施 OK 一開始就28元 兩年一檢 2013年呢 去到這個 5月1日日 就變成30元 加2元這麼大把 去到2015年了 那就叫做 32.5元 對不對 現在來說 你說再談再談 這個狀況就是 下年2017年 因為上年2015年 下年2017年 兩年一檢 5月1日生效 就是現在在談這個數 OK 這樣好了 兩年一檢 建一年一檢 什麼 兩年一檢 變一年一檢 我覺得很難讀 連年都說的 連年都做不到的 然後另外就 要加幅問題 2元 2.5元 如果按小學的邏輯題 每個數中間差多少 繼續加上去 你看到28 30 32.5元 然後打個問號 每次都下一個 那你就會猜 第一年加2元 然後2.5元 接下來的數字應該是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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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碼都兩個半 這樣說 現在的狀況 他就是對你這個玩法 本身應該 起碼加3元 是不是這樣計算 按那個邏輯 當然啦 現實就不是這樣 這麼簡單 一條無聊 無聊數學 大跳題 完全不是這樣 奴方就說 其實我很盡 不過我剛才 阿匡 阿匡不知道是我 我聽錯 只是你真心說 不小心漏了嘴 什麼 剛才阿匡 是啊 我聽到阿匡說什麼 我聽到阿匡 其實有網上有這些聲音 是嗎 網上有這些聲音 我跟阿匡 有網上有這些聲音 有網上有這些聲音 我聽到阿匡說什麼 我跟阿匡說什麼 你不要閘著 阿匡剛才說什麼 阿匡剛才說 嘩 如果40元 這些早餐多錢啊 對我這些窮人 很麻煩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怕 好像阿匡 他會自認自己很窮 窮鬼 是 如果你的最低工資 加到這麼高的話 這樣你很明顯 你的餐一定要貴一點 是不是 那我就很麻煩了 是不是 發自內心 不小心漏了一句 政治不正確 他出來 阿匡我給你辯解一下 哎 開著咪 不是 我現在按著腳 你看不到我樓下拍著腳 我按著腳 等聽阿匡 你怎麼說好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擔心 就是個案都有人說 就是究竟 因為他必然會轉嫁 在消費者那裡 就是例如一些可能食肆的話 就是因為可能他們 比較受影響 就是那個所謂 受影響的意思 不是正面或者負面 就是都是這樣說 總之有影響 就是有改變 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改變就必然是 他就不會自己吃掉 就是所謂的財團 或者公司 可能小的小店 可能會 就是一些 我們所謂的小店 那些人就覺得 加一點點 就要益一下員工 就算了 但是對於一些財團 他就不會 在那個 員工福利那裡去想 就是不會 加5毫的話 自然就在 我的餐裡加了錢 你將來認識 一些小店的老闆這麼好的 我夠說 小店的老闆 我可以說 小店的老闆到黑心 不想這麼說 不是 就是批評一下財團是對的 批評一下財團是對的 你說什麼 說清楚 就是批評一下 就是好像那時候說 最低工資 就是不知道 大富翁還是大加樂 那時候說 如果設立了有一個 最低工資 可能有機會 一半的店鋪會倒位 那時候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兇勾那些 就是勞方代表 就說 不可以的 所以你不要搞這件事 但是問題是 到今時今日 就是還在 就是大加樂大富翁 都還在 就是壓立不到 而越做越大 只不過餐就貴了 所以我就覺得 假設從這個方向來講 我覺得 真的很貴 你被那些勞工組織聽到 就是他不會打你 他不會說 你知不知道 百物騰歸 最主要就是地產商 這樣 事實上是 就是 一個 你去 我講你的 餐廳仔 或者食店也好 你是好 最主要肯定是地租 這個一定是 跟著食材 那些都貴的 是 那你叫人工 因為其實就是 如果阿康的說法就是 因為你人工加 就變了 那他們就會覺得 要食材那裏調減 因為只要食材那裏 才可以減得到 那些東西又難吃了又貴了 好像很不值 但是其實 我想說其實以我所認知 很多店鋪其實是 不是全部 當然 但是很多店鋪 譬如你說 你做做廚也好 做伴侶也好 做 洗碗工具 尤其是 那些人工是高過 現在的最低工資的 是高過的 32.5 是 因為你32.5 你自己計算一下 你只有一個月幾千元 是 你怎麼捱的 你捱不到 其實 其實很多現在 不是全部工種 當然 但是很多工種 其實已經過了那個數 是 那現在說 現在你最低工資 那32.5 你如果加5毫子的話 那 就不知道加來做什麼 是 算什麼意思 加5毫子 所以那個 其實我想最受影響 當然說 除了我最受影響的飲食 但是 但是其實 其實最受影響 實際來說就是 那些 就是外判的清潔工 那些外判的工作就會 就是那個加幅的話 其實他就是 直接去影響到那個生計 你每 我假設你真的5毫子 你每 就是 現在資方說的說法 就是 太離譜了 5毫子 我一天做8個小時這樣算 當然很多人不止 多4元 我當你做8個小時 就多4元 大佬 每天都 買個包都不能夠 買個包都不能夠 買個可樂都不行 大佬 你知不知道 很多時候 那些 說那些貧窮 一個地方那些貧窮指數 各樣 有時候會舉這些例子 就是一支可樂要多少錢 是啊 哇 那些好像捐錢 叫人捐錢 那些第三世界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通話的說法 是 傑克遜 辛苦了一天 哈哈哈 做了 十個鐘頭 他是一個砌專工 砌了很多 哈哈 但他每天只賺取 三毫子美金的收入 沒錯 連一罐可樂 都是慢慢緊 哈哈 哈哈 大家 做些決策 喂 是用這些例子來做 喂 一天多4元 其實是放得出口 你可不可以意思啊 你可不可以意思啊 即你這樣加給我 你可不可以意思啊 連你給點股票也不是這個數 你明明五毫子是一個什麼數 五毫子是 是你搭的士 你會給齊頭的一個數 我知道很多人會 你會給五毫子的零頭 但很多時候 五毫子的士司機是不會找給你 而你覺得沒什麼 你會走開去 是一個這樣的數 是啊 而且的士司機找給你 覺得 哎呀出奇啊 是啊 他竟然去的 煙盤收不到投訴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意思啊 大哥 喂你不是 狂酸到這樣的地步 喂 那你說奴方那邊 喂 說到 其實一次次都是這樣的 說就空狠 做了什麼 就是 你就是 永遠 好像 遊戲就是這樣玩 亦都好像有共識 變成 是 就是奴方 那些代表 所謂的職工盟 類似的工會代表 工 那你就 好像獅子開大口 好了 現在就 只有五毛錢 不是 現在是三十二個半 是 是 他們最初說是四十一元 是 那是多少錢 加上多少錢 相差多少錢 我的數字真的差到爆 什麼四十一元和三十三元 八元 四十一元 是 三十三元 和三十二個半 八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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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差八個半 好像 好像增幅比較厲害 然後 之後 談談談 就拿個中位數 現在就給了你們聽 中位數 在三十三元至三十五元之間 拉鞋 就是 維持 兩元 兩個多 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 現在 三十三元 所謂三十三元 就是他們所謂大家最新的水平 是 那就是現在 三十三元就是加五毛錢 最少都會有三十三元 三十三元就是加五毛錢 對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資方的所謂的底線 不是底線 是願意給那個數 那奴方那邊是三十五元 就是奴方叫最高壓就可以了 三十三 就是多個半而已 是吧 是不是多個半 糟了我又怕我說錯了 是啊 是多個半 你不要這樣 那些數字有沒有那麼差 你真是瘋狂 很害怕 但是我就是多個半 那意思是奴方現在去那個 爭取正 爭取正 爭取正的就是個半而已 其實 其實是這樣 你看回之前說那個 你看那個所謂的升幅 二十八到三十都兩元 三十到三十二個半 都兩個半 是不是 喂 你沒有來回頭 你起碼都叫兩個半 如果這樣算的話 是不是 你現在 看來你是叫一個半 是不是 而你這個 而你這個說出來 是說 最新的水平 消息清 新水平 我不知道這個消息 究竟是純粹資方那邊 因為勞資 有個這樣的 共識 現在正在磋商 所謂拉鋸 就是真實是這個數 就是三十三至三十五 嗯 嘩 那你那些工會 都很厲害 過半 不是怎麼可以長做長有 啊 就是慢慢 我真的不敢說 我真的不敢說 你真的 你真的 你說 現在兩年一檢 我將一年一檢 那我就每次可以加幾毫子 你明白嗎 今天好像經常加 是啊 今天好像經常加 那我下次 下次 下次如果你轉一年一檢 就是 作為勞方來講 面子都還在 就是下次 那我講一元 講個貨 七毫 七毫 很難的 很多毫子不收 現在 起碼都 意思是 齊頭數 五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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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理由 阿康 你這個人 你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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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的生命有危險 你做老闆 是不是 如果你做那些 他專門請黑工 分分鐘 我請黑工 最多工資都省錢 可能分分鐘是 不要說這些 是犯法的 我不做這些 如果阿康做食店 那些 就是人家搗個石油氣罐 載你 齊頭 交了七毫子 給你面子 唉 大哥 其實我覺得 你要加這些 最低工資 其實就是 一定要加的 因為你 本身的水平 很多工種水平 其實已經過了 如果只能夠 達到最低的人工 多數都是長工時 嗯 因為其實你是真的不夠小的 是 那你就把工時拖得很長 嗯 那你才叫做 慢慢的 夠小 是啊 是不是 那就是那個狀況 那你不加那些 那就更糟糕 更糟糕 會更糟糕 你如果 其實又是那個 那個 說到最低公司 那個話題 必然要賴 標準工時 是 工會 工會 一定要說 但是 今次看到 可能之後的報道精簡 現在基本上 基本上 只是說那個 所謂賴腳的數是多少 現在 現在 標準工時好像是另外一個委員會 也是 好像標準工時委員會 那你那些工會 要賴在一起說 是 一起拿出去聽 現在只是說 兩年一檢變一年一檢 大哥 不過說實話 我們做節目來講 其實是很高身的 你說最低 我不敢說 我很高身的 其實是 你好高身 你好高身 一定一定一定 所以 所以 貨了給湯姆的 可以選擇 貨給那些 連最低公資都沒有 貨給我 我跟Christine 大家分薄的票 是嗎 大家配給我 不是喔 你最低公資有沒有 你計算貨金 沒有 沒有 那你比較慘 你應該組織嘛 阿匡 你組織團體 阿匡 在時 我們有這麼多主持 你組織團體 你跟金主抗議 我不知道你會做什麼 你會分取對象在哪裡 這是搞事 這是搞賓化 這是 阿匡 我看你腎得那麼慘 這是你做少一點節目 我有沒有答應 那你拉高那個時薪 你有沒有真的計算過 不要說這些 哈哈 你不是做很多節目 阿匡 我上咪才跟你說 你上咪才跟我說 你上咪才跟我說 阿匡 我看你 都很同情你 說你真的很窮 不是 就是 那些聽眾就說 吃個下午茶都40元 40元 對我來說是非常奢侈的 是啊 可能我吃麥當勞 40元 難怪你這麼瘦 因為你營養不良 麥當勞我一定去叫兒童餐 那次 喝 你下午茶吃個40元 是有的 但很多都三十幾元 小極都 有些 有些 近三十元就吃個西多 油多 加一杯飲 冬飲加三元 本身二十八元 冬飲加三元 都三十一 所以窮人一蜜是麥當勞 現在變成 還有KFC的桶飯 我桶飯可不可以吃嗎 一半半 夠飽啊 大哥 但是譬如 他夠飽 我有雞癮 阿匡原來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 阿匡不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 其實我在找工作 沒有這樣說 等一下不用擔心我找工作 有些人是不會關心這些題目的 可能月薪或者不是最低工資 就是遠超最低工資 那些人會覺得 最低工資不是很關自己的事 不用理會 還有你做這樣的工作 你都賺那麼多錢 沒有理由的 那我需要讀那麼多書 可能有些人這樣想 那些傻而已 有的 住在廣道區很多資訊 有些人會太無知 他們會說 譬如一些裝修工人 這樣 你一工這麼多錢 是啊 這麼貴的 你計分時薪很厲害 大哥 不是每天有工開的 他們本身的工種是這樣的 那些人不是每天有工開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他一工就要收回那麼多錢 應該怎麼圍起 是這樣的狀況 而且他們有獨特的技能 大哥 你以為每個人都會批檔 每個人都會柔柔 是不是 真的拿著數字去數 不是這樣的狀況 那些就太無知了 你看到好像阿康這樣 說自己很窮的樣子 那他最近沒有工作 你只是說真的 阿康這些工作不是很少錢的 我想說 不要說這些 但是最近沒有工作 就是這樣的狀況 在玩工 所以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不用擔心 所以其實大家 不用擔心 照樣放給我們 照樣放給我們 就是關心一些外判的清潔工 那些低層的員工 就是他們受的影響 被人帶掉了 是啊 那麼最終這個最低工資會 是什麼所謂的 有個聽眾很有趣 他說 課金最低的現在是100元 現在過了105號 哈哈 很搞笑 我想說計 你和米之音說 推薦一下 要回覆那些數 有時候可能要用人手 那那個 因為多了你說5號之下 可能煩很多 是 不過anyway 就是你這個最低工資 那個所謂水平 最終能不能夠今天落實到 看來就是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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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理由給這個 就是沒有理由給這個位子 梁正英上的 因為如果那個 他談不上數 就會給行會和行警長官 是的 做法是這樣 如果給他去搞 那他又有分裸的了 又有成績表了 又有成績表了 是不是 如果真的說今天是 因為今天有那個所謂爭討拍不到版 或者決定不到那樣 那一定是梁正英上的 我就覺得陰謀論去看了 是 裡面的人肯定想給一隻牌 其實談就談就好了 是 然後給好牌梁正英上了 我就陰謀論這樣看了 是不是 當然你可以不支持我的看法 但我就覺得是這樣 下次回來再說 謝謝大家